喜欢过赵薇吗 在上学的时候 你干嘛老问这么八卦的 这样的 我不问黄好明了 问一下赵薇 他就是一个很乖的一个 高中生的感觉 本性特别的淳朴憨厚 然后乖乖的 也没有谈过恋爱 也没有交过女朋友 估计是因为 人家看他一眼 他都要躲的那种吧 对 让他打个开水什么的 让他取个东西什么的 然后有什么课 带着去教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都特别好用 大家那时候非常纯真吧 我觉得 那他当时不是什么鬼使神采 有这样子的念头 这样子 但是他实在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 我当时就觉得 他像个大男孩 但是我觉得 哎呀 像个男孩 现在像个男人了 你知道吗 我就说两个人 那时候 没有缘分吗 这样 你笑得特尴尬 但有很多东西 当事人可能已经不记得了 录学的一瞬间 大家还记得那个画面 但是第一次两个人演 对手戏的画面还记得吗 我记得 你跟我们回忆一下 当时第一次两个人合作是什么 什么作品 就是汇报学校 因为我们刚刚进学校 第一次汇报演出 就我们军学完了之后 有一个汇报演出 我们俩演一个小品 叫做婚姻介绍所 我记得好像是 然后呢 我就是 他过来应招 来应招那个女孩 然后他装瞎子 还装瘸子 好像是装 我忘了他装瞎子 还装瘸子了 后来我发现他是个骗子 他只是来试探我而已 对 就这样子的一个小品 稍微说 他印象中 他们第一次合作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 对吧 对对对 这是你印象中 第一次婚姻介绍所 介绍所 对好 我们等等赵薇 他紧张吧 上台嘛 但是他那个嘴巴可以 就是说 自然的情况下 肌肉抽出 抽不出 我在台上看着他 假装没事 就继续演下去 这样 哇 不会吧 现在 一定人人都有机会 他在军军的 不过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到现在 个人的问题 很理解 对了 你是干什么 那你喜欢看电影吗 看电影 那就好 我这有两张电影票 你愿意给我去吗 这张资料你都掉出来了 我以为这张资料是没有的 哈哈 有 小明 我看了 我觉得还是那种小啊 小孩啊 都好看啊 多可爱啊 你看着什么感觉呢 二 对 我觉得你特好 特别 就是 对吧 有一种 就是特别青春啊 简单啊 直接那种感觉 特别好 今天特别高兴 小明来 然后赵薇 也是我们的节目 下一位要邀请的嘉宾 所以他提前准备了一份礼物 要送给小明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呢 来 拿过来 哇 古董啊 真的假的 真的 赵薇 这个我们不能再去猜猜是什么 当年写给赵薇的信还有吗 没有吧 不这点 谁把它丢在风里 还有你给他剪的头发 有可能就在这 我真没有做过嫁衣 来 你来 你来看 没什么玩我的东西吧 不会的 情中岳飞主创 黄小明 唐继领 张佳妮 做客 超级放问 黄小明 首次饰演岳飞 为何会让成龙大哥 很生气 本来呢 岳飞是我演的 但是我不知道 那个 王小明 用什么手段 把我抢过去 剧中岳飞 豪气冲天 现场黄小明 却爱卖萌 其实19岁我不用装 我差不多 不是因为睡得太少的话 我可能看起来更年轻 更多精彩 近在超级访问 赵薇提前准备了一份礼物 要送给小明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呢 来 拿过来 哇 古董啊 真的假的 真的 猜猜是什么 当年写给赵薇的信 还有吗 没有吗 不是这点 谁把它丢在风里 还有你给他剪的头发 有可能就在这 我真没有做过嫁衣 来 你来开 没什么玩我的东西吧 不会的 咱们是访谈节目 又不是拍的 妈呀 我以为什么呢 他说你是个岳飞控 对 岳飞的小人书 好像是老的那种小人书 看那个老的那个 这个就是我真的小时候 看的小人书 说很难找 小明最后说两句吧 今天我们其实从家里 一直到了电影学员 又到了这个现场 我帮你拿着 说说你的感受 我觉得我特别骄傲的是 我做了演员这个行业 因为我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会有影像 有照片帮我记录下来 我很开心 我的人生不是简单的 不是一帆风顺的 是经历了很多的挫折 我相信等我老了之后 我回头会发现 原来充满了挫折的人生 才是美好的人生 谢谢 谢谢 谢谢